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我現在在曼哈頓中城34階這裡 那今天呢有一位很不得了的嘉賓 他是一位非常厲害的健美選手 然後現在在曼哈頓中城擁有自己的健身房 那我現在已經到這個健身房的入口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可以見到這位性感女神 哈囉哈囉 嗨 嗨 你好 你好 刀刀嘛 刀刀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見到你的健身房還蠻厲害的 謝謝 謝謝 可以請你就是稍微自我介紹一下嗎 可以的 然後我是刀刀 然後我們現在是在紐約曼哈頓的Penn Station旁邊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健身 然後是比較像力量和身體健身房 所以可能就不會像正常的上一健身房 因為我們只有很少很少的Cardio 但基本上都是以一量為主的東西 我感覺特別我現在看下來好像是比較以Free Weight為主 對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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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擁有這間健身房已經多久了 剛好一年 去年11月開門 那還蠻新的 對 對 對 你在美國已經多久了啊 其實沒有很久 我感覺三四年 然後你自己接觸重訓已經 接觸重訓其實蠻久了 從我大學的時候開始可能又進健身房 但是當時就是沒有 就是像所有女孩子一樣就是剛進健身房只想變瘦 然後看到馬甲線就很簡單 但是現在的話就已經就是慢慢你的審美會改變 然後可能你的訓練體系會改變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話應該有快七八年的樣子了 那你中間有沒有經歷過一些struggle 就是面對自己體重上升或者是身形比較不一樣 超級會 超級會 因為這跟就是亞洲的對於女生的審美觀比較不一樣 對 我覺得會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能尤其是想要就 你已經很commitment 已經來進入這個健身房了之後 然後你肯定就會想要看到一些成果嘛 然後可能你就會很在意自己的body fat 然後很在意自己的體重上面那個數字有沒有變小 就是大家可能都會經歷過這種就是很困擾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那你是不是愛上heartlifting了 因為我看到你在social media上面就是很自傲 我的臀腿練得很大 我覺得就是可能已經過了就是很焦慮體重的階段了 我覺得現在我自己會更在乎自己的身體健康多餘 就是說我要不要吃這碗東西 這種心態 然後我覺得還有更在意自己的運動表現一點 而不是說很在意自己的體型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這個就是隨之而來 就是你只要努力的去訓練 就是你總會達到你想要的那個狀態 不管是你的mental也好還是你的就是身體也好 肯定就是遲早會達到那裡的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盡量稍微放棄一下那些焦慮 慢慢來吧 好 大家好 所以呢就是現在是我們的這個Iron Way Sister Gym 然後這邊是我們一個前臺 然後就像我剛才講的就是我們這個Gym會比較偏力量型一點 所以我們其實Cardio非常少 我們只有四臺Cardio 就在正常的Gym裡面可能這個情況其實蠻少見的 但是我們想要就是更符合我們自己的想法一點嘛 就不會想要說去迎合太多就是商業健身的那些流程 所以說現在的話就是很少的Cardio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套雅鈴 然後這個是X Master的 就是大家可能有大陸的朋友應該有聽說過 其實他們家蠻有名的就是這個是我們專門從國內運來的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就是一些比較常見的就是練Back 然後還有Abbs這些器械 然後這邊的話是兩個Squad Rack 然後你可以用來做Squad 然後可能Bench 然後反正就是兩個全框架 就是做大部分的就是自由重量的運動都可以完成 因為我喜歡這個type line It's more like powerlifting thing Squad bench that lift 這邊的話基本上就是我們就是這個龍門架會用到的把手 然後我們有買了全套的 把手很多耶 對有變太多 這個嗎 這個是就是Prime Fitness的 我覺得就是可能大家接觸中間比較久的朋友應該也是知道它就是 他們家主要就是一個力線不一樣的問題 就是他們家的設計會非常符合人體力學 對就是用起來會很順手 尤其拿這個東西就是它很符合就是你抓握的時候 一眼的比較緊另外一邊會比較松霖人 這個做二頭冠絕相當完美 OK今天有看這個影片的各位非常幸運 今天叨叨呢這位bodybuilder級的美女教練 要給大家一個非常完整的蜜桃屯菜單 OK 今天我們先開始呢就是因為大家可能平時不完全是每天都在動的情況 就是可能好多人會平時久坐呀或者說走路走太多站立站太多 那我們一開始的話可能會先把大家平時用到比較容易緊張的肌群 先鬆解掉然後保證它能夠在接下來的運動中 完整的發力也更容易完整的去感受到你的肌群 首先第一個呢我們先進行我們的大腿前側大腿側面的放鬆 因為平時的話像我們站立比較多然後可能走路比較多 用到比較多的地方其實就是你的大腿前側和大腿側面 這塊股絲頭肌 所以股絲頭肌的鏈前的鬆解 尤其是你要做深蹲的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先它把自己整個身體側面放下來 然後不被滾到的這隻腳你可以放在前面踩住地面保證身體是平衡的 被滾到的這隻腳呢你可以就是自然放鬆壓在上面 然後手肘撐住地面 這隻手如果你覺得不平衡可以撐地 如果你覺得平衡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從你的膝蓋附近不要滾到骨頭 把自己膝蓋上面以及到寬骨這個地方 這一段肌群鬆解掉 上下移動就好了 然後的話我們會把大腿前側也鬆解一下 我們還是以這隻腿為例的話 兩隻手也是一樣像做平板支撐一樣把身體放下來 另外一隻腳不被滾到的可以做支撐 被滾到的這隻腳懸空用力壓在滾軸上面 上也是一樣的區間內上下移動就好了 上下移動就好了 OK從這裡對很上面的位置一直到膝蓋附近走 形成可以稍微欸對很好拉長一點 為什麼會蠻痛的是不是 再來三圈就好 上下動對用力往下壓不要hold著力量 對把自己的屁股做到這個滾軸上面 做到了之後把你比如說我們是單邊單邊的滾 把你的左手撐到地上了之後把左腳就同向的 左腳翹二兩腿翹起來 翹這種打開的二兩腿不要疊起來 然後把右手勾在這裡 整個身體只有自己的左半邊的臀放到這個滾軸上 右半邊的臀是離開的 然後從自己的臀中的這個地方一直滾到上眼 可能會有一個有點痠痛的點是正常的 有可能是你的離狀肌 有可能是你的臀中肌沒關係 先放到左邊後面再放到右邊一直從這裡 是覺得要換一下 所以平常上班族也很需要做這個 為了出現在Lock 2 對動他的動也是壓三下 二 再來一下 好 下一個動作的話依舊是針對我們後側臉 然後也是為接下來的深蹲做一個熱身 首先他整個人站的距離跟自己的框關節同寬 完完全全蹲到你可以去的最底點 然後兩隻手摳住自己的腳前 做一個對抗的力量 然後把自己整個身體給拎起來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盡量打直自己的膝蓋 我是有點做不到的 然後整個人蹲下來 然後頂上去蹲下來做十個就好 非常好 你比我柔忍 下來了 可以彎腰這個動作是一定要彎腰的 把自己的整個後側臉都鬆解開 對很好 激活一下 下來 對 左拎起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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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可以稍微再往前迫使一點點用力 就很像那個黑道大姐 啊就是要有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用力往前 對 很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就列举三个 你觉得初学者比较有可能犯的错误 OK 比较常见的错误呢 其实有 第一个就是膝盖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在髋关节 就是骨盆旋转眨眼的问题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上半身 怎么去hold住这个杠铃 在自己的身体里面的问题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常见 然后大家比较容易有认知错误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可以先讲上半身 上半身的话就是背杠铃 很多人可能会习惯性地 把它背到自己脖子上面来 但如果背到脖子上面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很可能容易压到神经 第二点的话它会容易不稳 因为可能你在深蹲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的视线它是不固定的 当然如果说你是固定的话 那它是对的做法 但是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 会觉得说不知道该看哪里头 可能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在这个时候呢 滚这个东西就会在你的身后 滚来滚去重心就会非常不稳 所以说呢在我们背杠铃的时候 我们要尝试把自己的身体夹紧 夹紧自己的肩胛骨 下回旋把手肘收到自己的身体两侧 把这个杠铃尝试抓进自己的身体里 压着自己的感觉 这样子杠铃才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是稳定的 就比如说像现在 迈进去一步了之后 把自己的这个杠铃压住自己 压在自己的斜方肌上 然后把手抓稳了之后 起杠压进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有个这样的感觉肩胛骨下回旋 不要把手肘这样一直敲在后面 不然滚就会很容易往前滚滚滚滚 滚到自己身体前侧来 然后压到自己 往下找一点点 压紧自己的身体 核心收稳 然后往后退出来 第二点呢 说到的就是骨盆眨眼的问题 很多人一开始深蹲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可能 蹲到非常底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在这里 然后骨盆有点往前跑 然后又翘回来 然后又起来 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自己的腰关节压力会非常大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膝关节 膝关节的话 可能往上会有很多人就是说 在深蹲的时候 不可以超过脚尖 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结构 其实完全不一样 对 就你的骨骨长度 和你的颈骨长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有一些人的深蹲 确实是不应该超过脚尖 因为它的这个比例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的深蹲 应该要膝盖去超过脚尖 这样子的话 你的整个身体才能够保证你的重心稳定 在你深蹲的时候 膝盖可以保持住 你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的大腿面跟地面平行的位置 你觉得你的膝盖在哪又在哪 这个是身体自然的选择 你不要说为了刻意不超过脚尖 去撅屁股 把自己整个人撅到很后面 重心已经跑走 或者说你的腰已经非常受力 这个是不正确的 整个膝盖保持稳定 然后对准自己脚尖在的位置 所谓的脚尖不是大拇指 是自己的第二三根拇指的位置 对准出去稳稳的往下蹲 站起来 它在哪就在哪 不要刻意去强求它在不在 脚尖里面这完全是一个谬论 OK 这基本上就是我觉得 大概大家刚开始学生蹲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问题 评分一下我的Squat 你说什么10 out of 10 对10 out of 10 我觉得我以前就是 大家都有经历过一段时期就是 你只会想要冲重量 然后你就损失掉你的Quality 你的Form 我现在比较专注在我每一下是不是 有蹲的完整 非常好 然后我也没有运用到我的核心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会忘记掉 呼吸跟核心的重要性 然后我觉得刚刚你讲的 尤其是杠放哪里的这个小气节也很重要 谢谢 蹲得非常好 谢谢 OK 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的话 因为刚才已经做过深蹲 接下来我们还是以蹲为主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以髋关节为主的蹲了 像V Squat的话 其实这个气息还是算比较常见的 我们今天会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需要踩的这个地板的高度 我们可能把它调到一个比较斜的角度 这样更多的力量会压在我们的臀部 和我们的大腿后侧 大腿前侧肯定是不可避免的要用到的 但是这是应该要的 只要参与吸关节的动作呢 大腿前侧都会有 首先第一点 我们自己整个人把自己放上去 然后把自己的肩膀放到这个窝窝的地方 把自己整个人给卡进来 脚踩的位置 稍微踩在比较 这块板子比较偏厚的位置 这样的力量才会压在这个臀上多一点点 不然的话会更多压在自己的大腿前侧 手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随便 都OK 脚放在后面之后呢 因为这个重量马上会压到自己身上 所以说需要保证自己的上半身 稳定核心参与 不要被这个重量压到弯腰驼背 把自己撑住了之后 两只脚的占据 大概跟自己的髋关节同宽就好了 可以微微外八点 站起来之后 这个锁扣就会自然松掉 核心收稳 然后往后 呼气站起来 含着一口气 往后坐下来 呼气站起来 尽量用这个地方去参与 不要主动去屈膝 膝盖的躯应该是被动参与的 主动躯的是自己的髋关节 向后坐的感觉 往下 呼气 蹬地往上 这个跟一般的深蹲 练到我去除了 一般的深蹲的话 因为参与的关节 膝关节跟髋关节 其实参与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像这个的话 髋关节的参与 会远远多于膝关节的参与 我们尽量会把力量放在自己的 臀后 还有你的整个hamstring上 so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做臀推 臀推的话呢 这两台器械会有点小小不一样 虽然都是臀推 但这个是挂片的机器 就是它旁边是夹片 然后这个是插销的 对 插销的 就是重量已经在上面 直接做就好了 但这个牌子 它把就是中间的这个 平时我们做杠铃的这个臀推 换成了就是是这种软的袋子 所以说就会对这个方面 更舒服一点点 就不会被压到 然后扣好了之后 两只脚踩好它应该去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 两只脚踩的位置呢 跟自己的髋关节稍微宽一点点 然后膝盖也是一样 需要对人脚坚强 不要内扣或者过于外旋 踩稳了之后 两只手可以推这里 或者说用手扒在这里 把自己整个人给推起来 推起来了之后呢 这个东西自然重量就落到自己的髋关节上 在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弯腰 把自己整个身体保持中立 你的手可以抱在自己头 或者扶在这里都OK 眼睛定点看一个地方 不要去仰头 不然脖子很容易受伤 然后整个身体往下放 呼气 推腿起来 吸气往下放 呼气 推起来 吸气往下放 呼气 推起来 夹臀在顶端的时候 千万不要过度的 去把自己的腰给 推出去 这个地方是不需要参与的 保证自己的屁股收紧就OK了 吸气慢慢下 呼气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定点看向前方 因为当你过度的仰头的时候 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focus在你臀部的感受度 我自己是喜欢在顶峰稍微夹一下 慢慢下大概三到四秒 再夹 脚放在后面踩住 手可以先撑在这里 然后两只脚外巴一些膝盖也对着自己的脚外巴 宽关节稳住 然后把自己的小腿贴到后面的这个滚轴上面 把自己整个身体放下来 放下来了之后 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膝盖后侧是有空间的 不要完全打直 因为如果打直太多的话 会完完全全练到这个下面 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是练到上面为主嘛 所以说膝盖留一些空间 需要跪下去一点点 然后要保证这个地方不要卡到自己的骨头 是低于自己的这个 关关节这个骨头下面的位置 好吧 然后整个身体你可以稍微窝住一点 但是不要完完全全 我们可以下去对不对 然后起来的时候 厚在这里了 不要完完全全把自己的身体这样伸展开 保证把你的屁股收紧 跟刚才臀腿一样就够了 不需要过于的overarch 然后整个身体保证这个状态下来之后 手去抓下面的重量 打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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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重量抓起来 要做的事情是 啪 收紧 下去打开 宽关节上半身不要过度伸展 或者过度弯曲 收紧 慢慢下 收紧 慢慢下就OK了 好吧 用它这个固定的cable的重量做 虽然只是用很轻的重量 但是我囤肌的感受度更好 因为你在抱自由重量的时候 你就 你的身体就会 需要engage更多的核心肌群 对但是我觉得用这台机械的话 你就可以更专注在单一肌群上 像我们平时做的保加利亚蹲 就比如说后面有个东西 我们单腿蹲下去 然后或者说像一些单腿拉的动作 这个动作相当于是既结合了你的 就协调性 然后又可以非常完美地锻炼到自己的臀的下脚 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起始位置 然后我们每一次就回到这个起始位置就可以了 不用每一次站起来的时候就把髋关节推回去 保持微致的状态 然后我们这只脚在前 这只脚踩到滑块上了之后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往下蹲 但是在这个动作里面也是跟刚才一样 我们以髋关节为主 膝盖不要过度的往前伸 不要主动的去驱膝盖 膝盖全程尽量保持在一个位置 让自己的小腿去垂直于地面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往后侧蹲下去 站起来 往后侧蹲下去 呼气站起来 尽量把力量放到自己的臀下脚来 然后整个上半身全程保持在位置的状态 往后坐开 呼气站起来 好吧 我们来试试看 OK 如果是进阶的话 我们就可以尝试抓一个重量在手上 但是抓的时候呢 就比如说我们是左脚踩地面 右脚踩滑块的话 就用右手就是你对向的这只手 支撑腿的对向的手抓住 这样子整个身体会更稳定一点点 你在往下的过程当中 整个身体会更容易平衡 往下 呼气 蹬地往上 往下 呼气 OK 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我们就会用一个孤立性的动作来收尾 主要focus在我们的 还是一样上臀 然后呢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脚踝上 左右都可以绑住 然后把这个锁扣扣进来 在这个时候呢 就让这个东西留在自己的脚踝上 不要让它跑到上面去了 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 先让这个重量来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然后支撑的这只腿可以稍微朝前站一点点 保证自己的身体稳定 两只手抓在这个东西上 保证自己的上半身是往前曲的 不要弯腰 把自己整个身体往后推开 手抓在这里 然后你要做的这只脚 把自己的外八做出来 膝盖对你自己的脚尖 然后髋关节也随之外选 骨盆就是向前不要做任何这样的翻转 踩稳了之后往回放 推开 慢慢往回放 推开 慢慢往回放 推开 慢慢往回放 推开 我从来没有看过它这个环 它特别就是为了这个 cable kickback所设计的 挺赞的挺赞的 Cable kickback 哇 我觉得我今天来到你们这个健身房 真的是有完全的感受到 女生重训的氛围 因为通常我在美国的健身房 我现在在Equinox嘛 大部分80%还是男生 是 对 但是我刚发现说 哇 你们健身房是80%是女生欸 对对对 我们健身房女生其实会 就一半一半嘛 尤其是女生可能会比正常的健身房 稍微再多一点点 哦 是 这个vibe很不错啊 OK那非常谢谢刀刀给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蜜桃臀菜单 那我相信就是看影片的大家应该会蛮好奇说 怎么有效增长臀部的维度 然后怎么样子规划一周的训练课表 OK 正常的话就臀部的训练呢 基本上就是按理来说可能好多人会担心说腿部的肌肉有增长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在重训当中就是你可以focus更多在臀部但是不要害怕腿部维度的增长 因为你的臀完全是依靠你的腿来支撑的 所以说你可以不要练那么多疑比如说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侧大腿侧面为主的训练 但是复合动作然后很多就是臀的动作其实都是离不开腿部的支撑的 所以说不要害怕腿去长维度如果你想你的臀足够大的话腿是需要一定的力量以及一定的维度来支撑住它 你的蜜桃臀是必须要有下面的肌肉来存在的 长臀部出腿其实是蛮难达成的对吧 也认为就是可能也不是说蛮难达成有些人其实有天生基因很好的人就比如说他的脂肪更容易长在臀部 这个是基因决定的尤其是像比较深色的人种之类的他们会更有这样的基因就是你的脂肪更容易长在臀部 整个size看起来可能就更多屁股会大一点然后腿也会细一点点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基因在的 所以说在训练当中不要害怕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起生长的你的肌肉是支撑你每天跑跳运动的基础不要害怕去长维度 像饮食的话其实也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通常在饮食上面你会怎么样子建议 其实像我平时给我们学上课也会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就是你当接触重心的女生的话其实会很害怕说我吃多了怎么办会觉得说我吃多了肯定长的就都是脂肪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吃多这件事情就每个人的理解其实蛮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所谓的吃多就是他会真的吃很多脂肪很高油脂很高然后不好的就人工精致的碳水那是真的吃多但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吃饱了就算吃多了其实就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就是你吃的食物可以是健康的食物但是你完全可以吃饱就是尽量去吃一些不是人工精致的食物比如说你的碳水可以正常吃米饭或者说你可以换成一些粗粮 比如说藜麦土豆红薯之类的东西都是ok的你可以把这东西完全吃饱不要害怕去吃饱然后比如说你的饮食的话也可以尽量去尝试多吃一点protein因为像亚洲人的话我们的饮食其实会偏carbs比较多一点就偏碳水比较多一点其实大部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吃肉会比较少一点我见过的大部分人会这样子尽量去多吃一点点就是健康的肉类比如说像鸡肉啊牛肉啊之类的都要吃不要就是说觉得说吃肉就会长胖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就是protein对于肌肉的增长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的话呢好多女生可能会害怕说哎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吃脂肪不是脂肪就不会长脂肪完全不是这样子yes就是脂肪对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维持身体的激素水平然后你的整个荷尔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脂肪要吃但是尽量去少吃一点就是还是一样就是那种比如说油就literally是食用油啊之类的东西或者说高温烹制过的油类或者像cream之类的就是尽量 少吃一些这种你可以少去多吃一些植物上面带的油比如说坚果或者说牛油果之类的东西就是对你自己身体比较好可以为你升起功能的脂肪而不是说就是会变成身体废料的脂肪囤积在你的身体里面真的变成你的脂肪的脂肪脂肪是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三大营养元素都非常重要不要害怕去吃任何一种还有就是碳水可能我遇到好多人就会说啊我不敢吃碳水就是我尽量去多吃点蛋白质 但是我就完全全不吃碳水我就断碳 其实我训练越久越发现说我需要碳水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经历过那种想要减肥然后只吃低碳的过程然后就会发现这根本行不通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再念书然后就是刚开始进健身房的时候就特别想变瘦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瘦了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真的已经就是已经是跟肝了 但是就是就是那个时候就继续想变瘦就不停的去跑步然后吃很少的东西 对就每天只喝一杯酸奶一个苹果我的天了现在就是我完全不敢想自己倒是在干嘛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真的有不来大姨妈就是其实对身体已经造成损害 我也是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来大姨妈 倒是减太狠就是你的激素水平已经完全失调内分泌已经失调了才会形成就是不来大姨妈这种情况 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判定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热量来给你来大姨妈了 所以说他就完全把你大姨妈这件事情断掉 那对于你尤其女孩子年轻女孩子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非常非常有伤害的事情 所以说千万不要不吃碳水 碳水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去吃吃饱一定要吃饱 然后但是你可以把你比如说吃蛋糕喝奶茶这种碳水换成健康的碳水 对换成米饭换成黎麦换成什么土豆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包含三大营养素都非常重要 每一个都很重要就是不要去过度的偏重哪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针对刚刚的吃太多的这个迷思 我觉得只要你是吃原型食物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了解你的TDEE 因为每个人其实每一天消耗的热量都不太一样 然后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也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增肌的话 你最好是吃超过你的TDEE可能100到200大卡 所以不是说要你吃超过500到1000大卡 那你肯定是长胖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说到底了解到自己的TDEE 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要植入在你的大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好那我自己有看你的小红书的一篇贴文 然后特别是有一则关于臀凹陷困扰的这个贴文 其实获得蛮多女生的共鸣 因为我自己也发现说 其实我训练那么多年 然后也很认真的在想要练臀部 然后有一些角度看起来我的臀部这边就凹凹的 我曾经也觉得很困扰 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OK所以其实臀凹陷呢 就是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伪名题 就是人体它就是这样长的 就是你的骨盆 其实那段那一段地方就是会有凹进去的地方 你的肌肉贴着你的骨头生长 那自然而然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微微凹进去的地方 这是很常见的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在训练之前 可能就是要完完全全去接受自己的身体是这样长的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的骨盆长短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骨盆或许长一点点 那它这个凹陷会更明显 但如果说有些人骨盆短一点点 还有再加上如果它的基因里面 它的脂肪就喜欢长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看起来就是没有囤凹陷 就是首先第一点这是基因决定的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自己的骨骼到底长什么样子 第二点的话你完全可以去通过增长肌肉把你的屁股链饱满 但是那个凹陷它就是骨头就长那样 你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块填满 除非就是去做点病毒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worry这件事情 就是这件真的太小太小的事情了 针对就是其他各种来说 就是不要太担心这件事情 你应该就是完全全去接受自己的身体长什么样子 并且就是真的去爱自己的身体 然后你的臀部可以长得更饱满 但是它在动态的情况下 肯定是要有那个凹陷你的腿才可以打得开嘛 就是对不然奇怪不然奇怪 就所以是不要太worry这件事情我觉得 然后你在训练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尽量去朝 比如说臀更圆的方面去练 但是你是完完全全没有就是对抗自己的骨头 我是完完全全把骨头心动的改变 把那个凹陷给闭合起来 如果那个凹陷闭合起来腿打不开了 自己跟刀刀今天训练下来 然后跟还有刚刚聊天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我顿时的感觉到 OK 第一个因为我们训练都很久了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相似的mentality 就是我们都经历过饮食失调啊 什么月经没来的阶段都吃很少什么的 然后现在就接触重训啊 part of lifting 然后不太不太去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整肥了多少 因为我们就是喜欢这个生活 我们就是喜欢充满力量的生活 因为它带给我们自信跟健康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可以认识刀刀这位好朋友 我也很高兴 对然后我也觉得今天的菜单非常的实用很棒 然后谢谢你 不要客气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能跟妹一起拍这个视频 也欢迎妹之后随时过来我们这个女生为主的健身房里面训练 OK OK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你